Yahoo 一間唱片公司做了18年 我是否少數這一代的歌手 甚至舊的歌手都可能少數是 去到學有校長的年代才會的話 那我不用煩了 不用重新認識過一些人 又不是很差 我挺好 我又找到吃 又唱到自己喜歡唱的歌 那些人又熟悉又懂 回到來每個都打招呼 我又很主動跟別人打招呼 因為大家一定是同一間公司先 在街上也未必會 街上也很難說見到別人打招呼 除非你看到有眼神接觸 有時候你見到那些人 其實他知道你是誰 他也認得你 他也看著你的時候 而我又跟他有眼神接觸的話 我一定會點頭 有時候是會出水 我又喜歡跟別人聊天的人 所以是否個個都認識 也未必是 計算那條數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金銀銅 好像怎樣都 三甲好像都很有機會可以拿到 而緊張或者有興奮 心情緊張 在這一刻是沒有的 坐在台下 他宣佈金銀銅的時候 就會有 就會緊張 在那一刻 他宣佈是你還是你 會有開心和失落的感覺 但這個感覺不會維持很久 是不是那一年拿 我最喜歡的男歌手 和男歌手銀獎 是順上線最高 最誇張的 但是我記得 那時候你門我門 拿第三 都是特別緊張的 是的 我本身 真的不是中那個獎項 你拿的時候 當然是開心 拿的時候也不中 不中的東西 不代表你有的時候 你不開心 你現在 你會不會為一億什麼都做 當然不會 神經病的 我個人有底線 你現在給一億可以嗎 可以 當然可以 我不知多開心 我想分別是這樣的 我不是為了男歌手 不是為了我最喜歡的歌手 去走我自己的歌手的這條路 但是得到的時候 一定是開心 陳百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呢 我有印象好像是我自己 先說的 但是又好像不 因為其實我不太記得 可能我覺得是 有種親切感 又有一種 街坊的感覺 所以就 那我的人就沉 又唱戲 然後就向著這個方向發展 那時候 有沒有試過 做事的時候說太多 呢 有時候會overrun 或者被人撩 都會的 有時候要集的 還有剪的比較辛苦 因為我到處走 我想話說話 經常跳來跳去 我又不是很控制到 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基本上 所以就是這樣